摇摇摇大力的摇 不管是天气冷或热 不少人随时随地都会来上一杯手摇饮 不过最近有民众买了一杯后 发现里面被加料 吸到最后怎么吸不起来 风魔一丝里面出现学科杯的杯盖 气管还不偏不倚插在盖子里 这一幕让当事者吓坏幽默地写下 这杯饮料有点重算是赚到了吧 觉得我如果亲身体验到 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很恶心 因为毕竟那个杯盖也做过很多杯饮料 这样让客人看待也会觉得不好的感觉 盲中出错的话是有可能产生的问题 但是这种机率要让它降到最低 店员本身来讲也不够细心 光重量上面来讲就可以发现到有所不对 事后桃园这间饮料店回应 盲中出错非常抱歉 日后会更加留意制作过程和加强员工训练 不过之前民众碗里居然出现这个东西 一个生锈的S型挂钩被完整的夹出来 同样也是桃园的网友在外送平台上点了火锅 没想到吃到一半竟然从碗里夹出挂钩 店家表示可能是在打包过程中置物柜上面的挂钩 不小心掉到餐点里强调会进行相关陈述 不过餐点里出现异物不管是杯盖还是挂钩 恐怕瞬间让民众的食欲全没了